各位大家好,又來到家長的回憶時間 還記不記得什麼是circumference 什麼是area of circle 即是我們的圓周和圓面積 但這兩件事究竟有什麼特別 或者他們的關係在哪裡 還記不記得圓周公式是什麼 圓面積公式是什麼 早前我問一個中三或中四的同學 都已經忘記了 再早一陣子我問一個大學生 即是同事我請回來的 問他究竟圓周圓面積是什麼 他都不記得了 當然這兩個公式 其實真正出來工作 工作的時候 作用不大 但我們不如看看 你只記得有一個叫pi pi就是3.14 應該都記得的 看看吧 圓周就是pi d d 看一看 這個大圓形 就出現這件事 如是者 這個圓我想 由紫色 藍色 綠色 黃色 再拔出來 看看吧 怎樣拔呢 看看圖 這個紫色 拔出來 然後拍完一邊 再拔藍色 再拔綠色 再拔黃色 橙色 紅色 拔出來 这样的形状像是什么形状? 留意一下,想不想到 就是一个直角三个形 而直角三个形内,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半径R 但拉出来的全部都是它的圆咒 二派R 而这个我们一路转转转,转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面积 因为这个三个形状是否隐身了 刚才我们这个圆形一路转出来的东西? 转出来就是一个面积 而三个形的面积,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有底乘高除以二 上次不是定理也有说过 看看,面积就是二PiR乘以R除以二 那我们是否得到一个结果 将二约了它,然后就会看到PiR二次 就是R乘乘R,就会是一个R二的答案 看到PiR二出现了,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圆的面积 和我们将它一条条拉起,像纸条那样 剪了出来,变成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所以我们知道,圆周就是二PiR 圆面积就是PiR二 那我们一定要好好记住这些公式和有趣的东西 为何我们可以从圆周去引证到圆面积是PiR二的一件事 那我们今天所说的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这个圆周圆面积的一个概念也挺有趣的 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like我们的影片 以及share给朋友看看 究竟他还记不记得圆周圆面积是什么? 知道吗?下次再见,拜拜!